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主要内容包括为工薪阶层的美国人民减轻税务负担 提案扩大了不用纳税的低收入标准 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将享受更多的抵税优惠 川普说税改的主要受益者应该是努力工作的普通民众 而不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高收入者 他说很多外国公司不愿意在美国做生意 因为跟我们竞争的国家借助低税率 把这些公司和企业从美国的惩罚性的税制体系中吸引过去 一些保守派的共和党议员高度赞扬川普的税改方案 但是一些民主党人且认为 提案的内容给美国的有钱人带来的好处 远远超过了中产阶级的家庭 川普的税改提案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全部公布 但是无党派的美国联邦遇上问责委员会估计 这项税改提案在今后的十年将让美国的国债增加两万两千亿美元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川普总统的新税改方案 我们连线的嘉宾是大家熟悉的自由至上主义学者夏一良教授 下面有请夏教授 夏教授向清零先介绍一下税收政策与经济的发展 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哈佛大学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叫曼昆 他的这个教科书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用 那么自从我在北大任教 那我就开始采用曼昆的教科书 他里边有一句话非常重要 他说这个一个国家税收就跟死亡一样不可避免 就是说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免 但是税收是不可以免 就是意思说税收呢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每个国家我们看到如果他是一个强大的政府 那么他就需要有很多的资源来维持这样的一个强大的政府 所以势必呢税收的负担也是非常重 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政府 那么也就是说他不需要有很多的资源来养护这样一个小政府 他的税收负担就轻 所以这样的就是一个悖论 就是到底你希望一个政府越强大越好 还是希望一个政府越弱小越好 那中国人呢几千年的专制传统里面 大家习惯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政府 同时也有一支非常能够执行政府指令的这个所谓强大的军队 来执行政府的意志 所以呢从中国古代到今天 中国的这个税收负担都是非常重的 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 在全世界是最强大的 无论是他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很强势 那他的政府一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 但其实这一点呢 在认识上是有很大的偏差 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政府 跟过去希特勒的时候的德国政府 或者是跟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这个政府 还有跟中国毛时代的政府 无论是从权力 还是从这个垄断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来讲的话 美国政府是比不上这些专制的强权的政府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 政府跟税收之间的关系 就是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你如果要讲说是 为了让政府越来越强大 才能够管理好国家 那么因此的税收的负担就要不断的加重 那么这样的一个政府 显然也不是一个好的政府 所以这个关系呢 我想这个税收呢 不是政府自己下令就可以 想挣多少就挣多少的 那么征税权 应该主要来自于国民的这种让渡 或者国民的批准 那么就是说 我们在几百年前的英国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 由于这个英国国王想征税 那么反对的贵族也好 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好 都是希望这个 要对国王的征税要给他一个限制 不能让他为所欲为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造成了 这个一轮又一轮的 这个针对国王权力的这样一个争斗 说英国大宪章运动 以及 英国的很多的宪政民主的这样的一些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征税权而开展 所以呢 在过去那个英国的首相Peter 他感觉到很为难嘛 就是说 要想运行这个庞大的政府需要很高的税收 但是这一点呢 他又不能为所欲为 他就是说要帮助国王来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又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他就觉得非常的困难 但是呢他又是英国历史上不多见的 就是倡导民主和宪政自由理念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家 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税收和政府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尤其是这种征税权的问题 应该是现代政治文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体 夏教授您刚才谈到了征税权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 中国似乎就没有感觉到有税收的存在 到底中国税负对老百姓来说高还是低 您的看法是什么 西方国家经过这个几百年这个法治的建设 在税制问题上面有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公开的透明的制度 在制约着政府 而中国呢有很多的税收是隐性的 隐性税呢也就是说老百姓并不知情 并不了解这个税是怎么设置的 就是老百姓为这个隐性税支付了多少 而这些税收拿去干了什么 很多老百姓都不了解 其实我们中国一般买东西的话 那个发票里面没有写销售税 有的发票呢会讲那个增值税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但是很多老百姓并不知情 包括在烟草方面或者是烟酒 这些方面的这些隐性的一些税收 并没有在发票上非常明显的显示出来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 过去大概八九十年代已经就有过那样的情况 就是比如说开增教育税 开增教育税怎么开增呢 就是酒店 四星级酒店五星酒店甚至三星级酒店 他们在这个开发票的时候增加的一项费用 那个费用就是说这个教育方面的税收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在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过去那么多年没有说专门增这样一个这个税收 难道意味着这样的中国就没有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吗 显然不是 这个是这一部分是后来增加的 就是在原有的税收来支持教育的这个基础上 又专门另外开了一项增加的一些税用 还有包括有一段时间说针对豪华宴席 要征收什么特别消费税 但是这些东西呢在这个法律上来讲的话 在程序上来讲并不是那么合法 有没有通过全国人大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能不能通过法律上的一些非常严格的界定 这些东西都没有说得很清楚 所以有些税种在中国你只听过它的名称 至于它的来龙去脉 后来的情况那税收征来以后干了什么 很多人都不了解 下去说能否请你评价一下 川普总统的新税改方案 他会给美国人民带来什么 川普他的新税改方案 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 因为大家知道共和党对这个税改问题 其实也有过一些这个专项的研究 也是想推改推出一些税收改革方面的一些 新的措施 但是川普在这个竞选过程中 他就曾经有一个吸引人的口号 就是要让美国的这个税收负担减轻 尤其是企业家 还有一些这个中产阶级的税收要减轻 这样的话才能获得广大选民的支持 所以他现在这个东西呢 其实也是在兑现他原来竞选时候的一些口号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的这些方案 根据他自己这次的演讲 他在这个印第安纳都做了一次演讲 他专门讲这个税收的问题 他说可能是美国历史上 就是不多见的一次巨大的税收改革 那可能是要影响美国 不但是跟过去80多年相提并论的话 那是从来没有过的 而且可能今后要影响 继续影响美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所以他对这个税收方案呢 应该说他的评价是相当高 但是我个人呢 其实认为他改的还不够 他只是叫税收改革嘛 其实我在去年年底 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 那时候川普还没当选总统 那我想提出的一个叫税收革命 用的是revolution这个词 那么我是先开始 是往那些比较一流的 那个主流的媒体去投 结果呢 没有在主流的媒体上发表 因为可能这个东西 是一个研究性的个人之鉴 不见得能够让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就能够发表这样的东西 所以呢 最后呢是在2月份 就今年的2月份 有个叫morning counselor 这个报纸呢 在政治学圈内 在国会啊 这个应该说政治圈内 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那么我发表了这篇 我个人的这个 关于税收革命的这个建议 我的建议的核心是 要搞单一税 单一税的概念就是说 为了减轻税收的麻烦和成本 因为我们知道税收本身 它的成本是很高昂的 你想全国美国有三亿多人 每一年为税收 虽然讲税收记 有那么多的会计师介入 还有这个税收的软件 每一个个人平均过去有一个统计啊 为这个填税表 平均一个人要花几十个小时 最高的甚至要花四十多个小时 来填写这些表格 非常的复杂 有的人说哪有那么复杂 有的低收入穷人 一张表很简单就填好了 但是还有很多人呢 他属于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 虽然挣的钱不算太多 但是呢 种类非常的繁多 要填各种各样的表 那么再有钱一点的商人 他们填的表就更多了 再加上各方面的 也跟税收相关的这些产业 专业人士等等 所以一年为这个填税表 美国要至少花好几十亿美元的税 这还只是一个低估 如果把大量纳税人的时间 成本咨询 还有一些其他花钱买的软件 像有些会计师做的咨询 等等这些所有的成本 都加上去的话 我觉得几百亿美元的成本是有的 也就是说这么高昂的 为了征税本身 就要花这么多的这个钱 可能就要对税制本身进行改革 我在那个文章里面也提到了 美国的税法非常的复杂 两千多页 就是个人的话 你对自己的怎么报税 你能那么清楚吗 两千多页 连专业的律师都很难把它都记熟 所以能不能对美国税法进行根本的改变 如果不能改变的话 至少有一个填表的 就是简单的一些税制原则的说明 能够把它浓缩到几页纸 我是希望有这样大的改革 同时我认为川普这次提出的 他说如果是一个人 他觉得改革力度很大了 一个人他的收入是一万多美元的话 那一万多美元是不用纳税的 如果是讲两个人 夫妻两个人作为家庭报税 一年两万多的收入 也就不用报税了 但是这种说起来的话 大家想一想 在美国正常只要两个人有工作的话 或者只有一个人有工作的话 他们的税收 他们的收入 年收入都不止两万美元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两万美元以上你就开始报税 而报税有的方面 报的少有的报的多 我觉得这个改革的力度还不够大 我觉得让中产阶级 要大幅度的减轻负担 让低收入穷人 简直没有税收的负担 所以我在我的文章里面提出来 就是一个人 就是当你是单身的时候 两万多美元以下 两万五以下 是可以不用纳税 如果要是讲两个人加在一起的话 那就是五万了 五万的话 以下也可以不用纳税 这是我是更加大胆的方案 当然这有人说 你光说这个大胆改革还没有用 你还要考虑到承受力 就是美国政府 假如被你这么一弄 美国政府的税收来源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五万美元以下的人 家庭就是两口之家 他都不用纳税了 那是不是美国的税收就足以 难以维持美国政府的正常运转呢 这个我们也进行了简单的测算 就是说还不至于说让美国政府垮掉 有人说那可能美国政府就会关门了 因为没钱 但是大家想一想 钱多的时候多花 钱少的时候少花 那么美国政府 你要往回倒退两百多年以前的话 那时候美国政府的规模有多大 那时候开支人员会有多少呢 就是说有些国家 在全世界有一些非常小的中立国家 他们的政府公务人员数字非常的小 所以就按比例来讲 咱们不一定非得按绝对数 就按比例来说的话 也是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虽然这次川普这个改革呢 所以说改革已经是有了相当大的 大胆的举措了 但是在我看来还没有到位 因为我给他提的建议就是要向香港学习 大家知道香港的单一税 香港的这个实际税负是非常低的 平均税负是17% 这样的话也大大的降低了税收的成本和负担 同时呢给大家一个非常明晰的概念 现在川普在讲话中 其实也承认了这个现实 说如果美国大幅度的降低税收负担 让这个企业都愿意到美国来开办 企业家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和好处 可以扩大在生产 可以进行新的研发 那对人类会带来更大的福祉 那么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的话 你当你的个人的这个税收负担 大幅度减轻 甚至完全消除之后 那么个人可以拿这些更多的钱来干什么呢 可以更多的投入到 比如说家庭的投资 生活娱乐 包括对艺术的追求 对音乐的一些欣赏等等 我觉得这一方面呢 可能的确会为让美国人的生活 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在美国川普总统竞选期间呢 他与克林顿希拉里亚 之间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税收方案 川普总统的税改方案 是否已经满足了他对选民的承诺 过去这个大家一般的印象 就是川普他是富人 他自己呢 一直都没有公布他的报税 这个过去几十年的报税记录 他都没有报 过去像克林顿竞选的时候 他们都是有报的 虽然他们这个收入还是蛮高的 一年有个几百万的收入 但是他们还是报税 而川普呢 长期不报税 有的人讲他透税 漏税严重啊 就很多蛮报的东西 所以直到今天呢 对于川普实际有没有纳税 有的人说他二十多年都没有纳税 那么纳税的话纳了多少 因为他本人说过他有这个捐助 那么捐助到底这个证据在哪里 这个其实都是很值得探讨的 就关于川普本人的这个私得的问题 那么像川普 他经常有一个不服气的一个说法 辩解 他说像他这样的人在美国有很多 这其实反映了一个现实 就是越富的人倾向于越少纳税 而且他们的税收的情况 根本是不透明的 不公开的 老百姓假如说你有点偷税漏税 那马上国税局如果查到你的话 那个罪是很重的 大家都知道是吧 但是那些最有钱的人 他们应该说如果他们逃税漏税的话 应该说数字要大得多 但是好像很少听到国税局 拿这些巨商来开刀 所以说有人讲是因为这些富人 他们都有固有世界上最好的 税收专家 还有律师相关的一些人士为他服务 包括理财公司 理财顾问等等 所以他们即使遇到了麻烦 也可以通过专业人士 发很多的钱来摆平 而普通老百姓就没有办法 如果你一旦被国税局查到的话 有可能严重到坐牢 而且把你罚的请假荡产 所以这个是很 应该说一个不公平的社会现实 那么川普呢 他碰巧从一个富人又变成了总统 所以呢他现在就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说继续的为富人的这样的一些 不规范的或者不守法的行为 为他辩解呢 还是说帮助用法律或者用行政命令 来帮助他们免遭这个国税局的追讨 保护他们不受法律的惩罚呢 还是说他们自己感到有些羞愧 需要做一些大的改动 也就拿自己开刀 川普自己也坦言说 包括他在内的这些富人 可能通过这次税收改革之后呢 应该说会交更多的税 那么我想这一点至少 不管他个人过去 做的是不是诚实 但是这次呢 他有这样一个表态或者决心 也就说明了 他还是想做一些改进的事情 就这点我们首先应该肯定他 当然希拉里他们民主党的这些政治家 或者讲政客们 他们倾向于什么呢 他们倾向于就是说要杀富济贫 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 也就是他们希望最重的税收负担 是放在那些最富的人身上 这样的话呢 拿他们最富的人的钱来去补贴穷人 而中产阶级呢 就是不需要征收特别多的税 但是呢 他也并没有说要给中产阶级全面的大幅度的减税 所以民主党政府的这种做法 多年来 从口号上来讲可能更蛊惑人心 更受一些选民的拥护 但从实际运作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可能还不如川普这个税改的方案 他那个实际上更有这个效果 那么川普呢 在竞选的过程中就猛烈的抨击 说民主党的一些做法 尤其是在税收方面呢 显得好像并没有给中产阶级 卸掉那种沉重的税收负担 我们知道美国的富人刚才讲了 他是有办法逃税漏税 穷人呢 他不需要交什么税 甚至很多穷人家庭 如果是处于贫困线以下的 他们还可以获得所谓负所得税的补贴 政府的补贴 包括食品银行的帮助 各方面的帮助 包括学生上学 他们如果低收入家庭的话 他们可以免交学费 他们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经济援助 但是中产阶级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 从什么叫中产阶级呢 有人讲在美国年收入5万美元以上 就算中产阶级 5万美元到30几万美元的 都可以看作是中产阶级 当然这个方面是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 国税局也没有 或者美国政府或哪个经济部门 都没有给过这样一个明确的 这个数额的限制或者界定 但是我们一般习惯上认为 5万美元到30几万美元的都是中产阶级 有的人说恐怕到25万美元 或者是20万美元 就应该算是中产阶级的上限了 那20万美元以上就应该算富人了 关于这个问题呢 很多人有不同的见解了 因为有一些律师 有些医生 教授 专业人士 他们认为他们是中产阶级 而且他们的收入并不是非常的高 所以呢他们觉得 如果要讲把这个上限定的太低 就把他们纳入到富人行列 是不公平的 他们的思维也不是富人的思维 包括他们的消费习惯 生活习惯 都不是富人的那种模式 所以这个方面呢 是有一些争议 但是呢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川普这次 他的税收改革 最大的一个指向 就是希望大幅度的减轻 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 因为穷人在中国 在美国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 就是说在美国不怕穷 你要真正是穷人 反而好办了 你如果是赤贫来到美国 那你就发了 全家都能得到好处 是吧 因为你从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 来到美国 移民成为美国的一份子的话 那这个可以说 一切负担都反而没有了 一切反倒反而没有了 一切都有人来帮你 政府来帮你 那么在美国已经有了身份的 这些低收入的穷人 也是长期以来 得到政府各方面的帮助 所以我们知道 美国人口中 现在三亿多里边 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Latinos 就是拉丁族裔的 说西班 西班牙语的 无论是墨西哥人 还是南美洲的人 他们这些家庭的 一个基本特征是什么 就是大家庭 他们喜欢多子女 所以他们这个大家庭 倾向于五口人到八口人 都是很常见的 那就是说夫妻两个 通常是只有丈夫出去工作 丈夫一般都是中学 甚至中学没有毕业 而太太在家就是养育孩子 那么这样的家庭 显然大部分的 他的经济负担 是由社会来承担的 所以美国政府 美国的各个方面 教育机构 慈善机构 都要给他们最大的扶持 而这样的人口的比例在上升 因为有大量的来自墨西哥 和这个南美洲的移民 所以在过去的20年里边 应该说这个族群 给美国的穷人 应该说占据的比例 还是相当大的 真正的穷人群体里边 很少有那种 安格鲁萨克森的白人 就是如果是几百年来 都在美国 美洲大陆上生活的话 这样的白人家庭里边 是纯粹低收入的那种家庭 那除非是有了什么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精神上的疾病 或者其他方面的疾病 或者完全没有接受好的教育 一般情况下 主要是一些外来的族裔 以拉丁族裔为主 然后再加上一些 其他的来自非洲的 或者是战乱的一些国家的 这样的一些族群 川普总统这种税改方案 您认为他会对世界经济 或者对中国经济 是否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 本来美国的税收 跟中国是没有直接关联的 但是中国政府表示了很多的不满 尤其是官方的一些媒体 或者一些左派色彩的人士 他们很酸 觉得美国这样的做法 好像对中国有损害 损害在哪里呢 一个是国际竞争力的发生的变化 当一个国家 它的税收大幅度降低之后 全世界那些投资者 企业家都愿意到那个国家去 所以用能力的发明家 专业人士也愿意到那个国家去 为什么 因为税收负担轻了以后 那么人们得到的这种努力 辛勤的这个工作回报 就显著的增加了 所以呢 美国在过去历史上 吸引了很多一流的人才 一个是由于美国宽松的这种环境 思想的自由 社会的这个整个整体的这种进步 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税收方面的这个因素 可惜在后几十年呢 美国的税收负担不断的加重 为了维持一个庞大的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 所以税收呢 负担非常重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说需要大幅度的动手术 就让美国的这个沉重的税收负担下降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它一旦这个成为现实的话 中国的企业本来这个竞争力就比较差 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经济衰退 出口的这个过去 出口的作为主要的外汇来源 然后再加上这个中国产品 几乎在全世界行销 那么这样的一个竞争环境下呢 如果美国大幅度的减税 就会让中国的这种比较优势 没有那么突出 其实这些年已经在走下坡路 已经非常严重了 所以呢可以看出 如果美国在税收上有这么大的改革和进步 会迫使中国也要进行大幅度的税收改革 那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政府最不愿意做的 因为中国如果一旦这么做的话 就意味着它对社会的所谓掌控能力下降了 它的维稳能力下降了 然后呢 它的国家的这种政权的不安全感 它就加强了 包括它想对政治 对教育文化艺术各方面的干预的力量也会减弱 还有呢 它在国际上所展开的这种大外宣 这种大外宣呢 它的这个资源也会减少 有几个思思乐点 想请您点评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冯小刚导演有个新片 叫芳华 主要反映是七八十年代吧 一群青年人 其中还包含越战 他们的一些命运的变化 但是这个片子原来计划是九月二十九号抢那个十一黄金档 但是突然就被测荡了 您的评价是什么 这个片子题材相对敏感一点 说是老兵啊 越战啊 这些事情 大家知道这个 其实中共不敢面对真实的历史 无论是抗日战争的真相 抗美援朝的真相 中印战争 中越战争的真相 他们都不希望老百姓知道 所以如果有人呢 拍了这样的一个片子 然后引起大家的兴趣 大家进一步的去探究 到底这些战争背后的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么对中共是相当不利的 那么冯小刚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片子呢 我想呢 因为冯小刚的年龄和他的这个社会交往 里边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参加过越战的 就是包括我呢 我的中学同学 小学同学里边 都有到越南去打仗 参战的 包括有立功的 有受伤的 所以呢 这里边就是说 其实是一个社会题材 一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现实 他只是想反映现实 冯小刚已经拍了很多成功的 这个面向市场的片子 而且也赚了很多的钱 和他在业界的这个生育地位 也都是相当好 那么当然也有人会批判他 骂他 说他为中共涂纸抹粉 有一些方面 实际上是在为中共做宣传 其实这也是艺术家 或者讲导演他们的无奈 你们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下 一个导演要想生存 他拍的片子 如果每一次都不能通过 不能上市场 赚取票房收入 那他这个不能被成为一个成功的导演 但是如果一个导演太讨好中共 完全跟着中共的那个意识形态宣传去走的话 必然也被人鄙视 在业界呢 也不会大家对他评价太高 所以要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平衡 走钢丝 确实是挺难的 那么冯小刚呢 也是算一个性情中人 他有的时候 甚至让人感觉他有点痞子 痞子像 或者痞子这个风格 那么有的时候呢 他说他不在乎大众的口味 不去迎合大众 其实这个话呢 本身来讲没有什么大错 但是呢 在中国的语境下 就会造成 把它塑成一个叫万众 这个大家就是说 所谓叫公众敌人的这种印象 但事实上你说哪一个艺术家 不是有自己独特的这种判断和见解呢 他能够哪一个艺术家 如果总是迎合大众的口味的话 那他这个导演呢 就不可能成为这个经久不衰的 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艺术家 所以呢 这个从另一个方面 我们也看到 中共对这个片子这么惊恐 也反映了他很虚弱 他的所谓四个自信 无论是三个自信 还是四个自信 都其实没有自信 因为他最害怕是中国的老百姓 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去封杀影片 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相反的激励效应 大家知道在中国 凡是被封杀的作品 往往更加对那些有一定这个认识能力 或者有一定的这种见解的人来说 可能是一个评价的标准 禁书禁片 反而是人们更加喜欢看的东西 有可能会帮助这个影片 将来呢 更受人们的关注 川普总统啊 白宫已经宣布 他即将于11月3号到14号 到亚洲进行访问 首战是中国 那么您怎么评价 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 在四月份的时候呢 胡海三庄的会谈 习近平跟川普已经商定 当时就邀请 这个川普总统 这个访问中国 但这里边呢 现在大家关注的热点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关于朝核问题 如何解决 还有呢 就是中美贸易之间的这种 所谓贸易战 到底会不会正式开打 比如301条款怎么样来制裁中国 还有很多其他相关的因素 包括原来川普上任之前 所宣布的就是说 要对中国刻意高关税 40%的高关税 以及这个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那么这样的一些事情 到今天都没有正式的宣布 可能也跟11月份 川普跟习近平会谈之后的 这个结果 最终的这种决定有关 所以还有人在考虑 就是说这次川普去访问的话 可能还有讨论一些更加重大的问题 包括朝核危机如何解决 以及朝核危机解决之后的 后续的未来的事情 就是在区域性的这种政治 或者区域性经济中 美国和中国将会以什么样的 怎么样的形式来合作 还是来 如果谈判不能成功的话 就可能不能合作 就成为对峙的这种局面 还有有人讲 会不会也涉及到有些 比如说中国非常希望 美国能够配合 中国政府引渡一些罪犯逃犯 包括红通令里面所提到的 像郭文贵这样的人 那美国呢 因为坚持跟中国没有引渡条约 所以呢 可能不一定会配合他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假如说中国 真的是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可以更向前一步 如果说中国 习近平能够答应 跟美国签订 这个引渡条约 过去是中国不敢签订 不是美国不想签订 是中国不敢签订 不想签订 假如说真的他走到这样一步的话 应该说对中美两国都是好事 如果有美国罪犯逃到中国 或者中国罪犯逃到美国 双方都能给予协助 从现阶段来看呢 应该是中国逃到美国的罪犯 远远多于美国逃到中国的这个罪犯 所以对谁最有利呢 显然是对中国更加有利 所以我觉得如果习近平这次能够更加开放 大胆的走到这一步 跟美国正式签订一个引渡条约 可能是一个对中国更加有利的一个做法 但是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胆破 像您刚才已经谈到了郭文贵 我们呢有些朋友已经在开始思考 郭文贵这个闹剧啊 爆料闹剧落幕以后 我们怎么去看待郭文贵现象 有些朋友就开始在比较郭粉跟毛粉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异同 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毛泽东文革落幕的时候 有很多当时崇拜毛泽东的 他们就从心灵上开始反思 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一直这种 执迷不悟 一直到自己生命的结束 您认为郭文贵现象要是结束以后 这些郭粉们会怎么对待 他们曾经的这种行为 毛粉和郭粉之间的差异 他们有一个共通性 就是盲目的崇拜 而且他们美化自己的偶像 就是如果有一天 有人告诉他们真实的 就是他们的偶像 那些真实的丑恶的面目的时候 他们拒绝去相信 拒绝接受这种历史的现实 他说那都是人家造出来的 都是人家恨我们的这个偶像 编造出来的谎言 他们就选择一种鸵鸟式的做法 就是说只要把头扎到沙子里边了 屁股身子露出来 他根本不在乎 他根本就不愿意接受这种社会现实 所以郭粉呢有很多人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所以凡是网上爆出来的这么多的录音 视频 主要是包括文字资料 还有这些这个证件 个人的证件 这么多的东西放在面前 他们拒绝承认 所以呢 这一点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出 他们跟毛粉 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那有人讲 那个郭粉呢 是至少有一点进步的 可以肯定的方面 就是郭粉里边有很多是恨中共 但是呢你想一想 他恨中共 是不是恨中共的人都是好人呢 中共统治中国六十多年 他除了这个迫害老百姓 迫害有见识的人士以外 他对这个刑事犯罪 也做了很多的打击 那么是不是说 凡是受刑事犯罪打击的这些人 都是有正当性 合理性 合法性 他们没有错呢 这样的说法 我想显然是 没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判断 和逻辑关系的 杀人犯 放火犯 强奸犯 诈骗犯 那么这样的一些人 被中共的这个政权惩罚了 做过中共的监狱 难道说他们这些人就是好人吗 他们这些人就是正义的化身吗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一定大家要搞清楚 那么至于毛粉和锅粉将来的下场 或者当年有人说 这个打倒四人帮之后 对毛泽东的一些罪行 晚年的所谓错误进行清算 那么当时有一部分人 是受到了一些处理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 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 兴风作浪 混得有头有脸的 原来是什么都不是 在文化大革命中 得到好处的那些人 对三种人要追查进行处理 所以从打倒四人帮 到八十年代中期 对全国范围里面 对这三种人展开了调查 涉及到的人 可能有几百万人之多 那么几百万人里面 有的呢 非常严重的 像这个张铁生啊 像这个毛新宇啊 这样的一些人都是坐牢的 因为他们是非常严重的 带头人骨干 而且跟毛有直接关联 还有一些呢 没有那么高的影响和地位 只是普通老百姓 在毛泽东时代 就疯狂的崇拜毛泽东 然后呢 干了很多这个 比如说搞大批判的时候 把走资派往死里打 把知识分子往死里打 有的真的人身上 有人命有鲜血 所以有很多的过去的 中国的精英人士被整死 并不完全是 国家专政机器来做的 有很多就是让群众斗群众 在斗的过程中 由于有些人有嫉妒心啊 甚至完全没有任何原因 就是因为 这个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响应共产党的号召 就把阶级敌人往死里打 所以那时候害死了很多人 那么对这样的一些人呢 有人命的 当然要追索 他的这个杀人的这个责任 没有人命的 当时造谣污蔑 给人家带来精神损害的这些人 也应该对他们进行处理 所以有些人呢 被开除公职 在单位受处分 或者呢受到大家所有人的鄙视 让他们的子女 他们的家人出来 都没有脸见人 我觉得这些东西呢 其实是有效的 包括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北大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 教授冯友兰先生 那当时配合毛泽东江青 搞批林批孔运动 当时也是非常的红火 那么等到打倒四人帮之后 搞改革开放了 冯友兰先生 他感到没脸见人 对吧 整个学术界也好 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再理睬他 所以一段时间里面他很惨 但是子女也受到了影响 所以我想呢 这就是他们应当付出的代价 就是说助纣为虐 不论是帮凶还是帮贤 无论是你是过去帮毛泽东 毛时代的那种疯狂的势力 还是今天帮助像郭文贵 这样的这种疯狂的 其实他的言论里边有很多呢 是对这个人权 对这个人的尊严的粗暴的践踏 所以呢他是反共 但是他用流氓手段 用共产党的手段来反共 对那些任何质疑他的 或者提出要求有更多证据的人 采取一种完全敌对的态度 这也反映了这个郭文贵本人 及其他的这些所谓郭粉们 他们的这种反制主义的倾向 他们甚至还有反人类的倾向 因为他动不动 只要你跟他观点一言不合 他就说我要你的命 我要弄死你 动不动就是说 做出各种各样的威胁 带上枪开上警车 早上晚上都去骚扰他们家 让他家人都不好过 你想想这种做法 跟中共那些恶行 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观众朋友们 刚才夏宜良教授为我们分析了 川普总统的新税改方案 他认为这个方案有它的积极意义 有利于美国企业的发展 有利于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 也为工薪阶层 减轻了他们的税务负担 其实我们来谈美国的税收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美国的公民 从他出生到他的死亡 他一直与税收相关联 所以美国人是非常关注税率 美国的革命 美国的独立 其实都与税收相关联 那么我们反观中国 似乎中国人民呢 跟税收没什么关联 其实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 中国人民承担的税率是相当高的 只是中共没有把它公布出来 所以让人民感觉自己跟税收无关 其实一旦公布出来 就会出现一个概念 叫纳税人的概念 也就是中国人民在养活着这个国家 在养活着中国共产党 以及广大的公民 那么人民就应该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衣食妇 关于川普总统的税改方案 将对世界和中国的经济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将持续的关注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夏宜良教授